应用 尤其是在这个脚步啊 我们看在脚步的对杀过程中呢 合理的利用这个脚步的特殊性 做成经济独立 是在对杀过程中是非常常见的这么一个手法 好 本期呢 我将继续为大家讲解这个经济独立和经济独立这么一个应用的方式 首先呢 还是为大家解答这个上一期留下的题目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呢 是黑仙 我们来看 现在黑棋的这两颗棋子是被白棋分断 目前呢 这是黑棋和白棋互相都是将对方分断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黑棋呢 现在就有与白棋进行一个杀器 进行对杀 我们看 这时候黑棋呢 是有三口气 白棋是有一二三四 白棋有四口气 记得在上一期节目中我曾经给大家做过提示 说在三棋 三棋对四棋这么一个 对杀这是不利的这么一个状态下呢 那么黑棋想要杀赢白棋 首先要思考的就是如何去宽气 好 那么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黑棋不去宽气的话会什么样 黑棋挡 带棋搬 如果你不去宽气的话 我们看这显然是黑棋要卖一气 那么就说直接对杀呢 明显是不利的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宽气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 黑棋呢 如果先冲 当然白棋只有挡 我们看黑棋冲了之后 白棋这个三颗棋子 目前就处于一个气紧的一个状态 我们经常说冲断是手筋 这冲断之后呢 让白棋这个三颗棋子现在变得气紧 如果打吃行不行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呢 黑棋等于先手走到了一个一路的打吃 再来杀气 还起翻 好 这时候我们看黑棋还是不能挡 黑棋如果挡的话 白棋打吃 这样的这个棋子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的 好 但这个时候黑棋可以挡在这 挡在这 我们看白棋呢 现在是不能接的 好 现在白棋如果接的话 就被黑棋吃掉了 好 这样白棋是不行的 好 但是这个时候呢 白棋可以铺 再打 这样就将形成一个结针 形成打结呢 这道题其实就失败了 就是黑棋的正确答案并不是打结 我们继续来看 那么之前说这个冲 短 这是手筋 白棋吃 好 那么这两着棋本身呢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是刚才说打吃是俗手 那我们试试不打吃 直接手棋会怎么样 你看如果这样呢 白棋就不能在这搬了 好 你如果还是搬 这样黑棋当然不会在这打吃 黑棋也不会在这打吃 好 这黑棋会立 好 这个立也是我们算是对之前的一个复习吧 之前我们说这个立经常是宽气的好手 这白棋如果爬 黑棋挡 我们看这样呢 白棋这个一的位置是不入气 这个位置呢 也是不入气 这样的话 黑棋就是合理的利用了这个脚步的特殊性啊 就成功的延出了一气 那么这个下法 是不是正减呢 好 很遗憾 这样的下法也不对 因为白棋可以搬在这 这个白棋呢 是可以在这一步搬的 黑棋如果弯 黑棋呢 不能直接收气 黑棋如果直接收气的话 就给白棋吃掉了 这样黑棋不行 那么黑棋如果弯 这个时候白棋还是不能立 如果这样的话呢 这还是两片不入气的一个气形 那么白棋只有从外面收 如果接 黑棋收 就我们看这个由于有了之前的这个冲段啊 白棋这个一一的位置还是不入气 也就是说这样的话 黑棋这个冲段是先受延气 那么这样白棋是满一气的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呢 其实白棋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铺这个 这个铺是好气 黑棋当然只有提 然后白棋再打 这样呢 又形成了一个结针 我们之前说过 这个打结黑棋并不成功 那么也就是说呢 黑棋看上去这个很巧妙的冲段 利用冲段之后 虽然可以延细 但是呢 并不是最佳的结果 这要题的正解是黑一粒 这个粒是正确的下法 当然如果要是黑棋先冲段 也是可以的 黑棋如果先冲段 这个是先手 白棋打车的时候 黑棋再利 这个次序呢 也没有错 但是我是说 这个如果先冲段 并不是最佳的变化 因为它损失在先 这个冲段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是俗手 非常的亏 这几招其实非常的亏 如果这样的话呢 给将来白棋留下了 这个从外侧这种利用的机会 白可以冲段 再压 这样有种种的味道 这边有斑 这边有蒸 那么这样呢 是虽然说白棋现在 当时走不见得成立 因为黑棋可以打吃 这样打吃的话 这个是先手 打吃之后 黑棋呢 就不存在一个蒸子问题了 黑棋可以收气 但是毕竟这个留有一些隐患 黑棋打吃的时候 比如说白棋可以转换 在某些特殊场合下可以转换 或者是白棋这个地方 就一直留着不动 这对黑棋来说 也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呢 我们做题的时候 不仅要做出这个 正确答案 而且要做出这个最佳的正确答案 就是怎么样的次序是最好的 大家要培养自己这种能力 那么这道题呢 就是黑棋一 黑一单立 这是最佳的次序 我们要黑一立之后 黑棋呢 现在变成了四口气 那么四气对四气 这个对杀呢 就是现在需要白棋呢 要紧住黑棋的气才行 白棋只有斑 因为白棋 大家注意 白棋这不能挡在这 你如果收外棋的话 就被黑棋冲 这样白棋这三颗子 就被黑棋冲死了 这样也就不存在 这个两块杀气的 这么一个问题了 所以说白棋这个是不能挡的 那白棋呢 只有从里面搬 当然白棋是没发延气的 白棋这两个子呢 是没有办法延气的 所以它也只有收气 那么当白棋搬的时候 黑棋再来冲 这是最正确的次序 冲白棋挡 这时候黑棋再收气 我们看白棋呢 还是不能在这挡 在这挡就被黑棋吃掉了 那么还是只有爬 在白棋爬的时候 黑棋再来断 这个冲断是必须要下的 但是呢 尽量是这个越往后下越好 因为我们看这个冲断呢 是损的 白棋只有吃 这样黑棋再挡 好 那么这个先损的下法呢 先不要去下 那么让白棋去损了 之后黑棋再来损 这是正确的次序 当黑棋挡的时候 我们看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金基独立 黑棋立在这之后 白棋是两面哺乳器 好 那么摆到这呢 正确答案就已经 就是被我们发现了 这个最 这条棋的最终的结果呢 是黑棋净杀白棋 那么这条棋呢 就是黑一立 黑一仙立是最佳的次序 之后白棋如果收气的话 黑棋在伺机冲断 下出这个立和冲断的手劲之后 最终的结果呢 是黑仙白死 好 这条棋呢 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接下来进行我们今天的下一个环节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学习今天的内容 今天还是为大家准备了两道题目 这个题目呢 还是与这经济独立是有关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道题 首先来看一下图一 我们将这两道题 如果进行对比的话呢 可以看出 这两道题还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首先这都是 两道题目 从这个外持观来看 都是题型很大 那么再一个 它们都是出现在边上 这一点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 之前我给大家介绍的经济独立呢 基本上都是出现在脚步 那么出现在脚步的时候呢 可以利用脚上的特殊性 我们就可以跟大家说 这个在脚上对杀的话 经常是需要利用到这个脚步的特殊性 那么在边上 边上有什么特殊的旗形呢 好 好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先看一下图一 这道题呢 是黑仙 黑旗呢 这个有九颗旗子啊 目前是被白旗分段的状态 那么这九颗旗子 有一二三四 只有四口气 我们再来看白旗 白旗的这六颗旗子 目前也是被分段 那么现在很显然 这个九颗旗子 跟白旗这六颗旗子 将要形成一个对杀 那么白旗呢 有一二三四五 黑旗四气 白旗五气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直接的 直接进行收气 好 这显然是不行的 那比如你这样 直接收气 好 这个黑旗是要卖一气的 那么也就是说 黑旗现在必须要想办法宽气才行 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动脑筋 我们看 其实这道旗虽然提醒很大 但是它这个 内部的空间其实并不大 我们说这个在里面的空间 其实是很小的 那么也就是说 黑旗呢 在这里面的变化 其实并不多 首先我们要注意 这个白旗这四颗旗子 虽然吃掉了黑旗一颗旗子 但是它的气非常的紧 现在这白旗这四颗旗子 气非常紧 我们应该这个加以利用 那么再来看这边 我看这边的旗形 看上去白旗是没有什么破绽的 因为这个地方还是打着黑旗 一个子的痴 这是一个打痴的旗形 但是这道题呢 如果要是不利用这边的白旗的弱点 只说这个白旗这四颗旗子 仅气 这是没有用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黑旗如何延气 我们尝试一下这个 比如说拖一个 当然白旗就有接 黑旗接 这样是否能延出一气呢 白旗搬 我们看从直观上来说 这就一二三四 这个黑旗呢 还是四口气 也就是说这个是没有起到这个延气的作用 这个现实中确实也是如此 这白旗只要收气就行了 黑旗打痴是没有用的 白旗 那你再收气 白旗再收气 我们看这个白旗这个位置虽然是不如气 但是它上面是可以收的 黑旗等于这个经过了一系列的交换啊 这个黑旗并没有延气 那这样的话呢 还是被白旗收死了 我们再来看这个下一个变化 也就是说黑旗的这个拖是并不延气的 这个拖看上去好 但是其实并不延气 再来看白旗如果立一个怎么样 我们之前说这个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 这个突出的就是一个立字 那么你就要立下去之后 才会形成经济独立 在讲这道题之前呢 我也给大家做过一个小小的提示 就是说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呢 还是经济独立 那我想这个很多 呃 其实我们就一定会想到这个 既然经济独立嘛 那我们就立一个来试一试 但是很遗憾 这道题呢 并不立一个并不是正解 啊 白旗就收气就可以了 黑旗收 白旗收 一再收 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这黑旗依然是只有两旗 白旗的这个 这四个字 我们说这旗紧啊 这个弱点 黑旗并没有合理的利用 等于你直接立在这儿是不行的 那么这道题应该如何是好呢 我们看这个托不行 这个立也不行 那么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 黑旗还能有什么手段呢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变化 黑旗肩在这儿怎么样 啊 这条旗如何 好 肩在这儿呢 其实也是没有用的 这个白旗有很多种下法 白旗比如说就弯一个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看黑旗收器 白旗收器 好 黑旗收 白旗收 好 这样的话呢 白旗还是一路虽然不入器 但它可以从上面打吃 白旗可以从这边打吃 所以呢 这样也是黑旗不行 好 之前之所以说黑旗的这些下法都失败了 啊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黑旗呢 没有利用上白旗这边的器颈的弱点 好 白旗这边这几个子啊 看似这个孤若金汤的这么一个旗形 其实呢 它是存在着啊 一定的弱点的 白旗这实际上是有隐患的 啊 这几个子呢 其实也是一个器颈 黑旗必须要 呃 合理的加以利用 才能与白旗这个上面的六颗旗子进行对杀 这条旗的正解是黑一段 好 这招旗非常的巧妙 我们说这招旗看似是不可理喻啊 完全没有道理 因为这个黑旗现在这子是被白旗叫吃的状态 人家随时就可以提了 白旗可以把黑旗提掉 啊 那么这个是在断什么呢 这个不是断了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地方断吗 但其实这招旗呢是啊宽气的这么一个妙手 首先我们看一下白旗能不能提 白如果提 可以再爬 黑旗扳 黑旗接 啊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旗形 啊 这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拖了接看似是没有区别 因为他还是武器啊 这黑旗还是武扣器 但其实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 啊 我们进行收器就可以看出来 这时候就不用动脑筋了 这时候只要收器就可以了 啊 白旗爬的时候黑旗可以拐吃 像白旗只有接 可以再收 好 收到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啊 那么白旗这个是一个不入器 那么之前早就说过 这是啊 这四颗旗子呢 是有气井的这么一个弱点 那么通过这个之前的这一系列的交换啊 我们看 白旗这个位置也变成了一个不入器 那么也就是说黑旗呢 这个已经起到了一个先手延气的作用 你再来看白旗再换一种收法 好 比如说白旗搬 好 白旗爬 黑旗收 好 白旗收到这边怎么样 其实这道理是一样的 黑旗只要打吃就可以了 再收 好 这样白旗同样是两个不入器 那么白旗现在是不行 那么也就是说黑旗在这个断的时候啊 只要断的时候 白旗虽然是有提掉这么一个子的这么一个手段 但是白旗呢不能去提 白旗如果提的话呢 这个就是白旗卖一气了 那么再看一下这个白旗肩在这儿行不行 啊 那你这个既然走了一个没用的 我就收你一气 收一气应该总没毛病吧 但是其实这个肩是不行的 这个肩是有 有弱点的 这黑旗卡吃是好气 我们看白旗这个地方气太紧了 黑旗在一路打吃 或者是在这儿打吃都可以 这样呢 就白旗就接 我们看这个黑旗就算在打吃 白旗 黑旗提 这样黑旗就活了 这个局部呢 黑旗就是一个活形 白旗无论搬哪边 黑旗只要做另外一边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下成这样的话呢 这白旗显然就失败了 这黑旗已经活掉了 那也就是说黑旗断的时候 好 白旗呢 是既不能提 也不能去收气 那留给白旗的只剩下一种选择 就是这拐吃 好 大家注意 这白旗拐吃的时候 黑旗再立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经济独立 白旗收 黑旗收 收气 好 这都双方都不用动脑筋了 好 这样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断一个的妙味就体现出来了 如果没有这两招 我们之前说过白旗一收 黑旗就已经死掉了 那么交换了这两手之后 我们看白旗这个位置变成了一个哺入器 那也就是说白旗两边哺入器 这个最终的结果呢 就是黑旗可以将白旗吃掉 那么这道旗最后的正解呢 就是黑一断 黑旗断 断之后白旗呢 只有拐吃 那么黑旗再立 这个形成一个金旗独立 黑先可以杀白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二 再来看一下这第二道题 这道旗呢 也是黑先 我们看黑旗一二三四五 这五颗旗子现在是被白旗分段 好 那么白旗呢 这个这八颗旗子 这白旗的八颗旗子目前也是被分段的状态 那么双方显然就要形成对杀 那我们再来数一下气 一二三四 这黑旗呢 只有四口气 那么再来看白旗 一二三四五六 白旗有六口气 那么四旗对六旗 虽然是轮黑下 但是这个也是慢两旗的这么一个局面 那这道旗弄了一个慢两旗 这让黑旗如何是好呢 我们来看 这个简单收气可不就是慢两旗吗 这走 如果你再收气 这白旗都可以脱先了 那么也就是说看上去呢 这道题 这么乍一看 应该是黑旗非常非常被动 非常不利的这么一个局面 面对了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 要与白旗进行对杀 那现在黑旗如何宽气呢 就成为了这个解题的关键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黑旗直接对杀呢 显然是气不够的 那么我们看就必须利用白旗这个气紧的弱点啊 进行宽气 首先我们尝试一下黑旗是不是能度过 那么黑旗如果飞 来就算接 好 这样打吃是先手 你看这黑旗显然也是不能度过的 黑旗是无法度过的 那么你要打吃 白旗冲 这一样的道理 这个黑旗呢 只有提 好 这也是不行的 那么所以说呢 这道题 黑旗呢 是 呃 无法度过的 无法通联 那既无法通联 杀旗又慢两气 这个黑旗该怎么办 那么还是看这个 尝试一下金基独立如何 我们之前说过 这今天的题目呢 还是都跟金基独立有关 那么金基独立呢 就是说黑旗 啊 这个一般来说 从那个字意上理解啊 突出一个例子 那么黑旗我们就尝试一下这个利 啊 但这个单利呢 是不行的 我们看这个利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白旗收起 我们看这样的话 黑旗完全没有起到一个延期的这么一个效果 那这条题的正解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黑旗呢 是一路打吃 啊 这招其实是非常巧妙的一手 打吃的时候 我们看白旗呢 其实是只有一种下法 只有结 如果你走别的 你冲这个 黑旗可以搬 那你如果跳这个 这白旗气紧 冲了打吃 这样白旗已经接不住了 白旗如果接的话 被黑旗扑 啊 这就形成了一个倒扑 那么所以说 黑旗这个打吃的时候呢 白旗 唯一的阻度的办法就是戒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由于有了这两招的交换之后啊 那么黑旗再来利 啊 这个是非常巧妙的一个手法 你看这样的话呢 白旗 还是必须要阻度 你要不走的话 被黑旗爬 这就爬过了 那么阻度的话呢 还是有 其实只有这一种下法 看如果你走这 同样的道理 被黑旗打 这是一个倒扑 那么如果你走这 也一样 黑旗爬 也是一个倒扑 那所以说这个 黑旗打吃了再利 这白旗只有挡在这 啊 有了这几条交换之后 我们再来收旗 啊 说到这的时候 我们再看 这个就是一个 典型的经济独立 那么白旗这个点 和这个点 都是不入旗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样的话是 黑旗可以快一旗 杀白 啊 在这个 我们看一下 这个收旗的过程中 有没有变化 黑旗比如说收 啊 白旗收内侧旗怎么样呢 就搬 啊 这样更明显 这是三旗对四旗 显然白旗也不行 那么也就是说这道题呢 正解是打吃了之后 一味打吃 然后白旗就有接 黑旗再利 这样呢 逼付白旗就有拐吃 交换之后 黑旗再收旗 是一个金鸡独立 啊好 这两道题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啊 通过学习这两道题呢 我们发现这个金鸡独立 在对杀的过程中 是非常常见的 这一个器型 希望大家能够熟练的掌握 好 接下来进入 今天的互动环节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互动题目 好 这道题呢 还是黑纤 我们看黑旗的这五颗旗子 是目前被白旗分段 那么黑旗呢 必须白旗这块旗 进行对杀才行 那具体怎么对杀呢 啊 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 就是还是需要利用这个 我们今天学到的金鸡独立 好 那么这道题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啊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которой我们下期再见 曾经理计论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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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